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乡宴座发现 这个死者的头部遭到了重疾 还被割喉 两只手掌也都被切下来 歹徒的下手的手法非常的凶残 而如果他的目的 就是要让死者的身份没有办法辨认 那为什么他又要把尸体丢在大马路上 被人发现呢 为在台中金茂九路跟乔大三街口 这里隶属西屯十三起宠画区 尽管一旁有零星名宅 但人车不多 这是一个还没有点椒的重划区 所以当时的那个产权状态 还是属于所谓的土地开发公司 重划公司所有的 重划区就是有杂草重生的 还有继承道路都已经做好了 但是那个地方有的路是空的 有的路是不通的 它是封起来的 所以他在这个重划区内 是由他们自己自聘的保全员在里面做寻守 这一晚保全一如往常的做例行寻守 没有人车的夜里静谧如常 它其实在十二点左右 凌晨的时候也有寻过这个地方 但是没有发现状况 由于要寻守的范围不小 保全确认没有议程情形后 就离开了 却没想到两个小时后 当保全再回到金茂九路口 触目所及的画面 他吓坏了 当时我是在第六分局服务 担任侦察队队长的工作 那当天六月一号凌晨三点 我们左右的时候接获到一位保全员的报案 只称在西屯区乔大三街一带的重划区内 发现一具尸体 侦察队长陈出南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 重划区的这具遗体致敬难忘 到达现场之后发现 现场是一具被焚尸的尸体 那是仰躺于地面上面 它燃烧面积 比较严重的地方就是上半部不分 所以它的脸都已经被燃烧到全员 它的裤子也几乎烧完了 躺在柏油路上的真命男子 不停遭火吞噬 他的身上更是伤痕累累 然后头 颈部 颈部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伤痕 伤得蛮重的 现场就是有一大滩的血跡 头颅 右后方的头颅这里 都有被钝器敲击的现象 另外更特殊的是 双掌是被断掌的 手掌是被砍断的 死者不仅脸部被烧灼到无法辨识 连双掌都被切下来 再加上现场没有打斗的迹象 看得出来 逞凶的歹徒早就盘算好了 警方在侦办凶杀案件的时候 或者死亡案件的时候 要辨识身份的话 通常都会从 我们讲的指纹 那这一案 因为她手掌被砍断 没有办法做指纹 第二个又焚毁脸部 既没有脸又没有手 所以你很难从 当时的相片抵对系统 或者是指纹的系统 去找到可能的死者身份 死者的身份第一时间无法确认 这也代表要厘清 究竟是情材 从哪个环节招来杀鸡 难度就更高了 但警方注意到 在死者的身旁 地上那一颗颗白白的 那是什么 我记得没有错 很像是在她的头部上方吧 就是那一个附近 撒了数十颗的骰子 也就是所谓的死亡 我们会直觉联想 是不是跟所谓的赌博 裁杀 仇杀有相关联 因为第一个当然它是用骰子暗示说 这个是一个赌博 赌具 所以可能是不是跟赌博相关 另外就我们过往放案的经验 通常如果是坊间所谓的 挖拍掉 就是炸赌 是可能会被抓到之后 可能会被教训 可能就是剁手 剁手指头 这样方式来做教训 难道是因为赌 招有了死结吗 但问题是 倘若真的是炸赌杀人 凶手为什么要把人丢在大马路上 惹来警方的注意呢 当首负责命案件事的警务员 陈正军告诉我们 在他19年的见识工作中 这个现场真的太不寻常了 一般来讲如果真的是 拔拍掉 我的目的不是要你的命 我的目的是要你还钱 所以不至于杀人 但是可能会真的让你断一只手 让你怕 没有人说 尖狗 把人家做掉就直接大啦啦的 就丢在那个 而且又是在环块 虽然那个地方是很隐秘的地方 也很容易被人家发现的地方 跟往常所发生的情形是不同的 一般尖狗被人家发现的事情 当然是带到身上 深山嘛 目的就是我不要让人家知道 让这个人就是突然消失嘛 对 就人间蒸发了 那他会选择在这里就是 他必须要被发现的 歹徒仿佛要公开展示的做法 有为常理 这样专业小组起了疑心 原判是故步遗震 但在楼宾当然就是 第一个就是要让警方发现 那他这个目的到底在哪里 故步遗震是专业小组心里的想法 但无论歹徒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所要植物还是得赶快查清楚死者的身份 从他的这个屁股后面 我们有看到一个皮夹 眼前这个黑色皮夹 表面都已经被烧熔得相当严重了 就怕里头若有证件 要是也被烧毁那就糟了 皮夹是有烧过 可是没有说烧到像衣物一样 整个烧干净 尤其那个证件 证件几乎是好好的 如果说衣服被烧成这个样子 皮夹又藏在裤子里面 然后同时烧的话 那皮夹不应该这么完整 幸好皮夹里的名片 证件统统完好如初 专小组赶紧查看证件 要弄清楚他究竟是谁 有这个所谓的 灵性的 灵中药的驾照 以及他所属的名片 当时认为说这个使者叫灵中药 那我们就从这个地方 开始来做发动侦查 加入台湾启示录的会员 每周独享频道特别细化 和我一块翻阅记者秘密档案 警方拿着使者皮夹里头的证件 找到了灵中药的家人 带着灵妈妈去认识 却没想到灵妈妈隔着30公尺 这么远的距离 她就笃定地说 没错 使者就是她的儿子灵中药 另外当警方在现场 讨论案情的时候 这仗仪设计人员突然跑过来 她说使者的母亲告诉她 在检察官初步相验之后 就要马上地进行火化 不要解剖 为什么急着要火化呢 难道是死者身上 藏着什么秘密吗 呈现全身性的燃烧的现象 那但是主要燃烧的范围 是在上半身 所以也导致面部的毁损 那另外双手是呈现被断掌的状态 台中警方侦办重划区断掌焚尸案 由于事发地点 未处人车稀少的重划区道路 专业小组钓越了监视器要弄清楚 案发当时谁曾经来过这里 这个是附近民宅的监视器 可以看到六月一号凌晨 零时四十分左右 一辆白色轿车 开进了金帽九路跟桥大三街口 但是距离有点远 很模糊嘛 晚上有几监视器 它如果不是红外线的 它那个监视器是旧的 所以它会很模糊 掉到这个监视器 可以明显看出来说 确实是有一部白色车子 到现场 然后有人影晃动的 人影晃动之后 没多久就起火了 那个火是燃烧了两次 正正火光中可以看见 那一台白色轿车 掉头开走了 歹徒行凶的过程 都被掳了下来 无奈 当时候重化区的监视器 建置还不完备 附近的监视器 并没有拍下 作案车辆的车牌 但是同一时间 专案小组 从死者身上的皮夹查出 死者应该就是家住 西屯区的四十九岁男子 林宗耀 专案小组也循着 证件上的例子 来到了林宗耀的家中 我们有就派一所同仁去拜访 那当时访查的时候 刚好就碰到了一个小孩子 一门的是一名国中生 专案小组表明来意 告知林宗耀可能遇害了 希望家属能够前往认识 当下这个儿子 他直接讲说 他的爸爸是叫林宗耀 专案小组调查 49岁的林宗耀是家中最小的 他有一个姐姐 还有一个哥哥阿贤 国中生口中的阿贤 指的就是林宗耀的哥哥 那哥哥叫林宗耀 小孩子讲说 我是林宗耀的儿子 我们同仁也讲说 有可能你叔叔死掉 希望你去看一下 小孩子就讲说 抱歉 我奶奶在里面 你可以找我奶奶 但是听同仁讲说 她脸色是不惊慌的 她说我要去参加 学校的校外活动 也就是我们讲的毕业旅行 我们又要去往北 那她就先离开了 自称是林宗耀 职责的国中生 面对自己叔叔的死讯 他没有太多反应 急匆匆地出门了 今晚袁景心里 总觉得哪里不对 但现阶段 得赶快确认死者身份 当时袁景 请林宗耀的妈妈到现场 请她赶紧认认看 我们当下有请死者的母亲 林宗耀的母亲来指诊尸体 以常理来讲说 你儿子已经死在这里 还被人家砍断手 还被烧 那一定是呼天响地 常人的反应会是这样的 一开始她妈妈还说 说我不敢看我有心脏病 妈妈的态度是说她很害怕 所以不敢靠近尸体 在大约数十公尺以外 然后远远地看着尸体 就直接指认说 这是她的情境错 对 她是林宗耀 完全没有那种悲伤 无法接受的那种感觉 面对儿子的死亡 林宗耀的母亲没有太多情绪 尽管没有规定悲伤 就得嚎啕大哭 但林宗耀母亲的反应 总让现场严谨感觉她 透过淡灵 案件承办人黄文俊说 虽然林宗耀母亲现场 认完事后 突然有一名藏仪社人员 照上了她 那时候我跟我们小学长 在聊这个案件 那这一个藏仪社 就跑过来就跟我们讲 她妈妈说 待会念完了 她不要解剖 还要马上活化 马上活化 这关键一句话 让专案小组遇到了警觉 现场检察官都还没有到 我觉得很奇怪 你为什么要马上要去活化 因为尸体它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市政 它会表现出 凶手曾经犯下的一些痕迹在 致爱的亲人遭到歹徒谋害 就算再不舍 但透过解剖能够理清真相 有机会把歹徒定罪神之以法 但临终的妈妈却急着要火化 难道她不想替自己的儿子 照出真凶吗 假如是我 我是家属被害家属 我心里面一定会想说 凶手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逮捕到她 不会像她母亲这样的行为 这样的表现 火化怎么可能让她火化 好 究竟在隐瞒什么呢 警方调查 49岁的林中耀 她有诈欺的前科 在案发的一个多月前 她才因为诈欺遭到的通气 而在她上面有一个哥哥 有一个姐姐 但是我们来看看 这两张的照片 这张是林中耀的照片 另外一张则是哥哥阿贤 在2015年判发的身份证照片 你看得出来吗 这照片当中的这两个人 看起来就像是双胞胎 但问题是 哥哥阿贤跟林中耀 两个人相差了八岁 再怎么像 也不太可能一模一样吧 所以警方在比对 阿贤在2015年 判发身份证前的旧照片 跟现在这张照片 很明显地就不是同一个人 再加上警方查出了 林中耀早在2013年 他就曾经冒用别人的身份 去办假护照的记录 所以看到这些资料 专案小组的脑海闪过了一个念头 难道重化区的男师 有可能根本不是林中耀吗 重化区的断掌男师 经过死者母亲的指认 应该就是49岁的林中耀 他的前科不少 他去查的时候 林中耀是被通弃炸气案件 就在案发一个多月前 林中耀才因为加重炸气取材 未遂罪被判刑一年 因为没有道案执行遭到通弃 警方更查出他跟前女友 目前还有炸气官司 没想到现在竟然遭任杀害 他有可能用公司的名义 来跟银行类似炸贷 或者是用买卖珠宝的名义 来跟被害人骗钱 买空卖空 那这个炸气案件 被害人是一个女孩子 她的说法是 她跟林中耀是姐弟恋 林中耀蛮会做生意的 她说她妈妈的珠宝都很棒 要投资买卖珠宝 姐弟恋生金不移 就投资她了 后来可能林中耀就目的达到了 就一直避开这个女孩子 女孩子当然找不到林中耀了 我就要告你了 贾接珠宝投资名义 林中耀向前女友 额账了339万现金 外加一张500万面额的本票 总计800万 让前女友告上了法院 会是因为这800万 让对方动得杀人面好 不可能 因为你都找不到林中耀了 你怎么去杀林中耀了 我都已经告你了 我干嘛 再多此一举买凶杀人 然后再来 孤步一证这个东西 我买凶杀人了 我还会把尸体 直接丢在路上 不可能嘛 一定是我让你直接消失就好 经过调查 排除了前女友买凶杀人的可能 那还有什么致命因素呢 专案小组将林中耀 连同家人的所有资料 都掉了出来 却发现有个地方不太对劲 这张是林中耀的照片 这张则是林中耀哥哥 阿贤的证件照 看出来了吗 照片中的兄弟两人 长得几乎一样 证件啊 两个人不同名字了 相片是同一个人 我还特别还跟我不晓得 怎么讲说 小伙子 你看 这两个人是不是跟这个人 那是相似的 相似的也不可能啊 林中耀49岁 他的哥哥57岁 兄弟俩差了8岁 年纪差距有点大 差8岁呢 哪有可能 小伙子很小 既然又不是双胞胎 那怎么跟 长得一模一样 不仅如此 专案小组再查了 兄弟俩的护证资料 我看到林中耀的身份资料 他在案发时的前两年 有更换动作 这是哥哥阿贤 焕发身份前的照片 这是两年后 焕发身份证后的照片 两张照片商的人 明显不同 你也没办法去确定 到底是谁 就是因为这两张相片 案件搬到这里 太诡异了 承办人黄文俊 仔细回想整个调查过程 从林中耀的尸体 被发现的现场 再到林中耀母亲的指认 以及侄子的态度 黄文俊决定 再找侄子来问个清楚 纵然不是你父亲 那也是你的阿伯 或者是你的叔叔 假设 你听到他的死讯的话 你也是会惊讶 他不惊讶 非常的诡异 那当然就是 我们要找突破口 专案小组联系的校方 希望能让孩子 暂停校外教学 回来协助调查 当时学校的老师 陪同林中耀的侄子 回到了警察局 由黄文俊接手讯问 那个可以 黄文俊说 当时候他拿了两张照片 给侄子认 要他看一看 这两个人 哪一个是你的爸爸 那我就拿 林中耀的证件 护医证资料跟相片 我们都有调出来 给他看 他也撒住了 因为两个都是同一个人 不晓得要指哪一个 全部都是护医证的资料 一个是林中耀 一个是林中耀 只不过是两个人 是不同时期的相片 但是你一看 就是同一个人 那他也撒住了 他当然是指林中耀 第一次专案小组上侄子 指认两张相同的照片 但上头的名字不同 一张照片是著名阿贤 另外一张则是著名林中耀 而这一次再指认 两张照片上的人明显不同 一张是林中耀的近照 一张则是阿贤的旧照 但资料上的名字 统统都是阿贤 如果是自己的爸爸 要辨认应该不难吧 OK 好 那我就问了 我说你这是林中耀吗 那我跟他讲 林中耀的刑案相片 我再给你看一下 我把名字盖起来 来 你看看 他一个是你的爸爸 我盖住名字 两张是不一样的相片 一个是刑案资料林中耀 一个是呼一证资料的林中耀 是两张不一样的相片 我遮起来让他看 却没想到 侄子侄人的阿贤 上头的照片 竟然是林中耀的 他不晓得那个是林中耀 就是那个嘛 我让你看 两个都叫林中耀 我就跟他讲说 这一个叫林中耀 这个才是林中耀 从这边才开始突破嘛 他才承认说 对 他是林中耀的儿子 原来口口声声说 自己的爸爸是阿贤的国中生 一直在说谎 问他为什么要欺骗警方 自己的爸爸有什么好隐瞒的 他爸爸本身林中耀是通气的身份 所以他有交代儿子说 如果有人来找 你都要说是阿贝 就是林中耀的儿子 这样才不会造成 你们生活上的困扰 因为爸爸在外面 有跟人家有债务关系 然后又本身又通气 原来是怕被追债才要说谎 林中耀的儿子说 爸爸平时不跟他们住在一起 爸爸在一中街附近 有租了监房 专家小组立刻拿着林中耀的照片 到租屋处去 要问问附近住户 有没有更多密案相关的线索 七点左右 我们就找到北屯的租屋处 所以我们当然是赶快 把林中耀的相片 拿给管理员看 说这个人 有没有住在这里 管理员说有啊 管理员说 照片中的男子他认识 的确是这里的住户 但接下来管理员说的话 让所有人都傻了 这个人早上才离开而已 六点半我帮他叫计人车 让他坐车离开 搭车刚离开 问题是照片中的男子林中耀 早就成了桥大三街上的南郊区了 怎么可能又出现在事务处 难道林中耀没有死 若是这样 那桥大三街上的南郊匙 又会是谁 好 如果重化区的死者 不是林中耀 那会是谁呢 经过了DNA的比对 证实了 这死者的确不是林中耀 竟然是他的哥哥阿贤 侦察队长陈春山说 当他们证实林中耀 还活着好好的时候 他们就眼看 这很有可能性 为了要夺取身份 杀害哥哥 意图要借尸还魂的凶杀案 检警追查段长焚尸案 案子越追疑点越多 原本以为死者的身份就是林中耀 但是就在专小组突破了林中耀 儿子的新房找到了租储后 管理员的一句话 又让案件更加枯索迷离 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吗 管理员跟我们讲说他叫阿贤 不是叫林中耀 管理员口中的阿贤 指的就是林中耀 原来林中耀平时就是用哥哥的名义 在外租房子 但倘若林中耀还活着 那乔大三界上的死者又是谁呢 因为他母亲坚持那是林中耀 那我们或许就怀疑这是林中耀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怀疑 因为警方发现 阿贤在事发后就失踪了 专家小组赶紧找来阿贤的孩子 比对了DNA 证实了死者的确就是阿贤 当时侦察队长陈春安 脑海中闪过了一个想法 我们就下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这次可能是弟弟杀哥哥 林中耀杀林中耀 而要用林中耀的身份 存活于事上 若是以这样的动机为前提 回过头再看乔大三界的命案现场 很多疑点都说得通了 包括了歹徒切断死者的双手 烧毁了他的面容不让人辨识 却没有取走死者的皮夹 还有现场那数颗被人刻意摆放的骰子 因为我记得他的 包含连内衣裤都烧得很干净 那你如果连内衣裤都烧得这么干净 结果皮夹还这么完整 太刻意 对 傻骰子就是刻意去引导 朝向赌债的方向去侦办 他必须要让那个证件被发现 让人家误以为死者是林中耀 也就是说林中耀这个身份 必须在世界上永远消失 林中耀才能用哥哥阿贤的身份重生 警方调查等发现 林中耀跟哥哥阿贤 出生在黑道家庭 他们的家庭其实 本来也算是一个富裕的家庭 爸爸是台中地区早期有名的 黑道的人物 那所以也有累积了不少的身家 外传身家也有数十亿 据传林中耀跟阿贤的父亲 曾经是赤炸风银的大虎帮老大 更与中部黑道教父国兵多爱 李肇雄齐名 他底下的两个小弟都相当知名 一个是台中角头翘嘴红 曾经是十大枪级要犯 黑牛黄红鱼的军师 也跟鬼剑丑林乃福交往盛命 另外一个则是身价百亿的 谷国大亨 谷国柱 赫赫有名的江湖大哥 生了两个儿子 总是盼着望子成龙 两个兄弟相差八岁 记忆却完全不同 大儿子混流氓 也无力继承家业 贷光了不少家产 那他呢 也不像他父亲走知名路线 他走偏 所谓的走偏呢 做师父级的 台语叫塞夫 塞夫就是专门老千 那这种的会影响父亲的声望 大儿子阿贤炸赌 惹了不少是非 反观小儿子林宗耀 从小就很会念书 弟弟林宗耀 他本身学历蛮高的 也有读到大学 家里面对他是寄予厚望 爸爸妈妈也都对他特别的关爱 据传林宗耀是刘美硕士 家人对他寄予厚望 家中的营造厂在父亲过世后 也由林宗耀接手 因为他是接他父亲的甲级营造商 所谓的甲级营造商是 他的工程都是可以接国家工程 几亿几亿以上的 这个公司就很大了 毕竟林宗耀 爸爸本身是黑道 所以他也不见得希望 自己的小孩子走黑道这条路 更何况他的小儿子这么会读书 希望他能走向正途 朝有正当工作方向去发展 所以家里面才会资金去抑注他 不管做生意或做投资 但好景不长 林宗耀接手的营造公司 在2013年也倒闭了 在八十几年左右的时候 他股票有一波是让很多人赔 那林宗耀是在那一个时期的时候 赔了蛮多家产的 可能从事期货跟股票 所以也导致把家里面的 大量的财产也花得差不多了 大概在102年左右 这个公司就已经没有再继续营业了 尽管工资倒了 但由于林宗耀是家中的期望 家里的经济开修都得靠他 再加上哥哥阿贤近几年身体不好 负担又更重了 哥哥的经济状况都必须要靠 弟弟跟妈妈金钱的支柱 但是他们的金钱也已经花光了 所以多重的因素之下 他也没办法再支应哥哥这边的金钱 他可能也不堪其劳 再加上他哥哥又喜剩 体落多病 经济开销大 但日子还是得过下去 林宗耀从原本的一路顺遂 开始越走越偏 一个家里的钱没有了 所以他就要再自己想办法谋生路 导致他后来产生了一些 诈欺的行为出现 对 确认 对 确认 对 确认 苏创豪是台中六分局侦察队的侦察所 协办断掌焚尸案 他说2013年时 林宗耀曾经卷入了一起珠宝买卖纠纷 当时他就曾经逮过林宗耀 在追查过程中就发现 他已经有在利用别人的身份在躲避 不管是债主或者是事发经历的追查 他利用外申的身份 要去护证事务所办了假身份证 然后要去某个旅行社办物照 应该研判他就是要出境 因为他的身份是同气犯 他必须要用一个新的身份 警方早一步拦下了林宗耀 当时林宗耀用的是外申的身份证驾照 这样的情字让专业小组再次确认了 林宗耀冒用身份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警方心中的研判都被证实了 这是一场林宗耀精心策划的密文试刑案 而且更重要的是 林宗耀的家人 包括他的妈妈 他的儿子 可能都牵扯其中 好 林宗耀就是断掌焚尸案的主线 专业小组清查了林宗耀在案发前后的 所有的行中 发现了早在2017年的5月 林宗耀被发布通信之前 他就已经着手在准备 这一起害人的杀人计划了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 他先到卖场去买了各种的犯案的工具 而在案发4天前 他到了加油站去买好的汽油 就在案发的当天 他还约了朋友去唱卡拉OK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制造自己的不在场证明 我们来看看 这就是事发当天的监视器画面 可以看到林宗耀抵达卡拉OK的时候 他戴着假发 穿着黑色的上衣 还有短裤 一身轻装 而没多久 他的哥哥阿贤也到了卡拉OK店 他在一楼打电话给弟弟 吹住他赶快下楼 而没多久 林宗耀他在出现在镜头之前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他已经换上了鸭舌帽 戴上了口罩 黑色上衣 还有换上了长裤 另外他还背了一个包包 林宗耀跟哥哥 他们约在一楼碰面之后 这兄弟俩 他们搭着计程车就离开了 而哥哥阿贤完全没有想到 他即将踏入的竟然是 亲弟弟为他设下的死亡陷阱 重画区南施的死亡真相 仿佛陷入重重迷雾中 警方抽丝剥茧 确认了断掌死者的身份 就是57岁的阿贤 而他的弟弟 很有可能就是心胸歹徒 当时专案小组从林宗耀松竹五路的租屋处开始 一路调阅监视器往下追 慢慢拼凑案发前中后林宗耀的所有行踪 发现早在2015年 林宗耀就去了护证事务所 用哥哥的名义换了张 贴有自己相片的身份证 而在2017年5月地检署发布通緝前 林宗耀也已经到五金行 购买了疑似犯案用的各种工具 比如说锤子 拔钉锤 解锤 有锯子 有菜刀 这是在106年的4月18日就购买的 比对这些工具跟死者阿贤身上的伤势 头部被重疾 割喉 断掌 似乎都很吻合 但最重要的是 林宗耀用来引燃火势的促燃剂 会是什么呢 监视器画面拍下就在案发前四天 林宗耀开着白色休旅车 来到了加油站加油 他打开了油箱门 拿起了加油枪 看似正常的加油SOP 专小组看出了断倪 车子停在那边 然后它的油箱是打开的 但是后车门也打开 加油画面不特殊 特殊的是 它支开了加油的员工之后 但是它的油枪 并不是去加它这一部车 自己拿着容器宝特瓶 自己用油枪加油到 这个容器里面 这就很奇怪了 可以连结是火光的发生 是因为汽油的关系 打开车门 为的就是要挡住监视器 让林宗耀可以将汽油 加到容器里带走 所有找回来的资料 找回来的影像 找回来的证据 都很支撑是林宗耀涉案 而在台庄西屯区 宁夏路的大楼里 这里三楼的一家卡拉OK 就是林宗耀执行死亡计划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它是那个是已经好几次了 因为这些酒友 我也都找来问 然后说很正常 爱妖 已经找我们来吃吃喝喝 蛮多次了 这一天 林宗耀又约了几个朋友来唱歌 画面中可以看到林宗耀 戴着假发 穿着黑色上衣 黑色短裤 一身轻装来到了卡拉OK 一间包厢里 林宗耀一屁股就坐在沙发上 尽管旁边的朋友聊得开心 但林宗耀的神情 看起来若有所思 喝酒喝到一半 他就借故 有出来打电话 那这时候就是打给他的哥哥 哥哥阿贤抵达了卡拉OK店的一楼 这是当时候的监视器画面 可以看到穿着格子衬衫的阿贤 就在一楼的电梯旁等待着 这就是他的最后身影 而人在包厢里的林宗耀 得知哥哥来了 他离开了包厢 他要离开之前 先跟他的朋友讲说 我有朋友在楼上 我去阿姨洗一下 去泡酒 你继续喝 他就背着背包 就去厕所换装 换装了之后要离开了 画面中林宗耀 换了上衣 床裤 戴上了鸭舌帽跟口罩 背了一个包包 他从楼梯下楼 试图避开电梯监视器 当时的他全身包得密不透风 走经过大厅时 突兀的装扮 让一旁的路人 都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而在跟哥哥阿贤见面后 林宗耀设下的局 一切都如他所计划的 开始执行了 他把他身上的三四支手机 都放在酒店的包厢内 这个动作其实也就是 在制造断点 因为你没办法从手机的定位 手机的通点的状况 去查明说我有离开现场 所以他都是计划过的 林宗耀带着哥哥 搭了寄人车离开 他们从宁夏路沿着甘肃路 一路到河南路 凯旋路附近换了车 然后计程车司机就讲说 对谈很正常 他就下车了 计程车就回转 回转的时候 他有印象说 他看到他们两个 在一部白色的车 后车向他打开 两个人在不知道看什么 这辆车是林宗耀早就安排好的 他开着这辆车带着哥哥 一路再往桥大三街 也就是暗发现场走 白色的自小客车 是大约在6月1号的凌晨40分左右 开进来 开进来这个重化区这个空地里面 然后到了55分的时候 突然就出现一阵的火光 随后车子马上就开走 就离开了 这个死者来到这里之前 是有意识状态的 但到这里短短的15分钟 就死亡 死者他的酒精浓度是蛮高的 所以他当下一定是喝的算是醉到不省人事 这种重度当然你去砍他 去追杀他 死者就比较不容易反抗 短短15分钟的时间 当白车离开 现场只留下阿贤 但他已经沉着地上了一具胶尸 而林宗耀从案发现场离开后 先初步清洁了车辆的物证 中途他换搭了一辆机员车 回到了卡拉奥克店 林宗耀进入包厢前 可以看到他身上的衣服 已经又换回原本的假发 黑色上衣跟短裤 尽管变得装 但包括了自然车司机 还有包厢里的朋友 都对这一碗的林宗耀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说当时他在这个客人的时候 味道怪怪的 他上来之后 我发现有一个很特殊的味道 就是那种有烧木炭那种烤肉的味道 炭焦味 这三位朋友也说 对 他离开的一段时间回来之后 身上就有一个烤火大味 一个烤肉的味道 专案小组说 林宗耀回到了卡拉奥克 静静等待酒窗结束后 他又搭了机员车急忙离开了 因为他还有很多事情得要善后 回到多处的林宗耀 可以看到他戴着手套 拎着塑胶袋忙进忙出 他手中的这些袋子 装的应该就是犯案物证了 他下楼的时候就提着两大袋的 黑色塑胶袋 满满的垃圾 然后就放在后车厢 然后就离开了 没多久林宗耀再回来 这时候可以看到车牌不见了 专案小组研判 所有的物证应该都被丢了 这个时间是上了六点多 接下来林宗耀就请保全帮他叫机员车 离开了松竹五路的租储 这是一个计划非常缜密的一个作文 他这当中变换衣服至少 变换了三次到四次 搭了六次的计程车 然后设了非常多的断点 尽管林宗耀处心几率 但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专案小组部下的重重紧力 将林宗耀逃逸的每一个点 都揪了出来 这是林宗耀最后的逃逸画面 他穿着白色上衣 手拎着行李袋 专案小组掌握了 他就躲在一中间的一家商旅 大批远警 破枪实弹 迁望待人 警察 不到24小时的时间 林宗耀落网了 却没想到被逮后的林宗耀 完全不配合 纵使警方将所有的事证 摊在他面前 他就是不认 该怎么突破他的刑防 林宗耀他被逮了 但是面对警方所有的询问 他通通推说他不知情 他说他的确是冒用 他哥哥的身份 但是他没有杀哥哥 不过警方调阅所有监视器 拍下林宗耀犯案之前 所有的行踪 还有他灭阵的所有的过程 也在他的车子里头 踩到了哥哥阿贤的血迹 铁证卢山这些证据 他通通都赖不掉 但是对于专业小组来说 还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要理清的 那就是除了林宗耀之外 林宗耀的妈妈 她究竟知不知情 她有没有涉案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怀疑呢 因为林宗耀在2015年 要冒用哥哥的身份 去办身份证的时候 曾经被拦下来 护镇事务所的人觉得 这个照片的长相落差太大了 会让林宗耀去更换 而当时林宗耀的妈妈 还亲自跑到了护镇事务所 她还写了切结书 帮林宗耀取得了 这一张假身份证 但难道妈妈真的知道 弟弟要杀害自己的哥哥吗 林宗耀真的知道会要 专业小组带回了林宗耀 他就是焚尸案的真凶 但被带回警觉他 面对警方提出的所有证据 他统统都说不知情 他都说没有这回事 相片里面的人是谁 我看不出来也太模糊了 太模糊 这个衣服是不是你的 那么多衣服是这样子 我怎么知道这个是不是我 不是你 为什么你儿子说这个是你 然后他想说 我也不知道 他可能说错了 他都是这样子给你回答 都否认就对了 就连到驾驶站买油的画面 林宗耀也有自己的一套说辞 这样我又问他 我记得我拿来问他的时候 我是在加油 你看清楚 你是拿油桶 不是加油到车里面 没有 我是加油 我没有油桶 就给你 反正就是给你硬掰就对了 冒充哥哥这部分他有承认 但是杀人的部分他都不承认 他当然可以讲 对啊 我是冒充他的身份没有错 那你怎么说我杀他 我冒充他跟我杀他是两件事情 一问三不知就是林宗耀的态度 面对哥哥的死亡 他的神情没有半点哀伤 他那个情绪跟脸部的表情是 默示 而且是没有变幻 就是这样 你有什么的后悔吗 没有 完全感受不到 但林宗耀的时刻否认 却在检察官开庭时 却变了 我记得是到第三次 检察官出庭的时候 他请他的嫂子到现场 我就负责就是借户安全 但他进来的时候 他看到他的那个嫂嫂坐在那边 当场他就跪下来 我错了 毕竟你杀人啊 看到林宗耀的太太 看到林宗耀的儿子 可能两性发现啊 看着嫂嫂林宗耀终于认罪了 他说一切的改变 都从他所经营的营造公司倒闭 信用破产又被通缉后开始 他说法是说 因为两个人的经济状况也都不好 再加上哥哥自己本身的 整理状况很不好 因为他要躲 要躲债主 躲仇家 躲警察 躲司法机关等等 他还想要继续在这个社会上生活 原本的人生胜利组 现在过得躲躲藏藏 再加上哥哥阿贤 常年酗酒赌博 无业又得靠他接济 让他兴起了 取代哥哥的人生 这个可怕的念头 因为他想要新生 因为他欠债 我们后来发现也很多 数千万 甚至是更多 我们不得而知 那他没有办法负担这些债务 他一定要找一个新身份来新生 林宗耀死掉了 没有人会来找了嘛 对不对 债务是不是也解决掉了 不然他这辈子 就是这样无止境地躲下去 或者是被关 再加上妈妈早期 曾经替兄弟俩买了不少保险 一旦林宗耀死了 可领到大约一千多万的保险金 也可以疏解家中经济的燃眉之急 今晚林宗耀曾经变称 哥哥阿贤也同意他这样做 但是阿贤已经死无对证了 但林宗耀的妈妈跟孩子 失情吗 所以我没有怀疑是不是妈妈有参与过这其中的部分 几乎全家人都在帮林宗耀这个凶险 去说他是林宗耀这样 全家都在帮他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联想 还记得从案发初时妈妈的态度就很可疑吗 包括了认试时堵定的指认死者就是林宗耀 还急着火化 很大的一个疑问 两个都是他的儿子 一个被杀死了 为什么可以这么冷静 你连自己的儿子都认不出来吗 专案小组查出林宗耀在2015年9月那一次 到护证事务所用哥哥的名义要换发身份证时 曾经因为兄弟俩的长相差异太大被拒绝了 护证人员记得清楚 因为怎么可能同一个人 前后时期长相会落差这么大 当时讲的理由是因为 林宗耀有生病 所以有打肉毒感菌 有做美容 有做医疗行为 所以导致脸的状态 跟原本林宗耀的旧照片已经不一样了 但是隔一天他就带他妈妈来 写了一个切结书 证明说林宗耀是林宗耀 母亲都亲自出面证实 还写了切结书 对护证人员来说还能质疑什么呢 也只能焕发了 不仅如此警方更发现 早在事发前几个月 林宗耀跟母亲就已经在讨论 要互换身份了 然后是这个小孩子 我跟他做第一次比录之后 他妈妈讲给我听 私底下跟我听说 小孩子在当年三四月的时候 偶然间在房间外听到 奶奶跟爸爸在聊天 父亲跟祖母有讨论 父亲要跟大伯交换身份的这件事 聊到说爸爸的身份要换阿伯的身份 阿伯的身份要换成爸爸的身份 这样的话 我在问他们笔录的时候 我不是怀疑 我认定就是他 他只请 尽管怀疑林宗耀的母亲 或许知道些什么 尽管林宗耀的母亲也曾经替小儿子 成功判发假的身份证 但虎毒不食子 自己的两个儿子 手心手背都是肉 没有确切试证 无法证明母亲舍爱 他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 但是我知道那是我们儿子而已 他就讲说是林宗耀 一开始都是讲林宗耀 后来他承认 那是阿贤 可能看到不对 这样 然后我用他的孙子的话 来去问他 小儿子的人说 那路不准了 你也没法证明 当时他确实有讲这样的话 我孙子讲的话我不承认 当时他们讲的话 你也没有录下来 我是觉得 在问他母亲笔录的时候 那种可以感受到 他是非常的悲伤 一个要准备被关了 一个死了 可能是哀莫大于心识 这就是悲剧吧 好 这起林宗耀逆文事情案 最重要的一块拼图 就是必须要找到 林宗耀他的犯罪工具 但没有想到 当时骗巡不着的犯案工具 就在专业小组 祭拜完土地公之后 竟然就找到了 而在台中逐新路上的 五福祠福德镇神 这里供奉土地公 相传土地公守护乡利 是地方保护神 但就在2017年6月的某一天 这一天土地公出巡返回福德词后 怪事发生的 那那个时间到了 当然我就是 把他穿了八公元进来 整天公路 炒香 炒香之后 就差不多也 达不到一张小组的时间 然后落大雨 吹风 还会累公 所有人都还想不透 怎么会突然空风暴雨 却没想到隔天台中六分局的 大批园警来了土地公庙 有讲说他要来找作案的工具 这一块都是草 那范围不小 不小啊 所以很难找 虫化区内的杂草 应该有一米到一米五高的杂草高 将近快两个小时还是找不到 原来林中要把犯罪工具 丢在土地公庙旁的 虫化区草丛里 在土地公眼皮底下犯案 将一小组特地前往土地公庙 希望土地公能够给贬值 当然这也不见得是明信 对 就是一个信仰 然后我们就过去跟土地公拜拜 才刚拜完没多久 同仁再找了同仁就说找到了 有黑色衬衫 有菜刀 有螺丝起子的 有手套 有口罩 有毛巾 有锯子 有帽子 有背包 有铁锤 所以几乎都找到了 杀害自己亲哥哥的林中要 他原本一审被判处无奇徒刑 他因为嫂嫂的求情 最后改判十八年定业 位在台中的大坑山区 林中要说他将哥哥的手掌 就丢在这里 大批远警上山 希望能替死者召回全尸 我们是带林中要出来了 那你是丢在哪里 他讲说我印象中是丢在哪里 反正就是那一代 你怎么怎么找找不到 到现在手掌都还没找到 也不排除说 因为毕竟山区 野狗很多啦 2018年8月7号 台中地方法院一审宣判 犯罪手法凶残 审酌之后判处被告林中要 无奇徒刑 尽管一审判处无奇 但二审期间 林中要的妈妈 儿子 嫂嫂还有侄子 都帮他求情 希望法官能够从其量刑 他得到了他嫂嫂的谅解吧 很像改判18年吧 至于林中要的妈妈 则因为伪造文书 被判刑三个月顶言 以救杀人罪的犯案过程当中 是没有看到有妈妈参与的证据 这部分是没有的 但以说伪造文书 这部分是很明确的事实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台湾喜事录 我是鲁梅翔 我们再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們再会了 請问一下 您的王爷 头发 投票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